日语中有一个词语叫做马鲁达 在日语中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原木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 这个词也被用在了那些被俘虏的中国同胞身上 而用这个词语称呼我们同胞的部队 就是当年丧尽天良进行人体实验的日本关东军731部队 曾经的731部队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 但是在日本战败后 他们的右翼军国主义思想却从来不承认这支部队的存在 甚至还刻意从日本教科书上抹去了这支部队 而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所谓的731部队的传闻 都只是我国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 是为了抹黑他们的国家 面对这样无耻的敌人 我们自然不能任其点道黑白造谣声势 香港一位导演牟敦费拍摄三部影片 用来揭露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孽 但是由于电影过于真实和血腥 在香港电影分级中被列到了第三集 而在中国大陆也因为内容容易引起不适 而被禁播 虽说国家是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着想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忘记了当年那段历史 忘记了那个卑劣的民族 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 只有区区弹丸之地过于狭小 所以日本也很清楚 他们如果想要赢得胜利 就必须用一些违背道义的事情 来让自己的实力获得增长 但是他们又没有美国那样先进的科研能力 造出原子弹这样改变世界的武器 于是他们就将目光 投向了被国际上明令禁止的细菌战 作为一种惨绝人寰的作战方式 早在1925年的时候 国际上就已经通过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 以及细菌方式作战协定书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的德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也没有公然违背议定书的内容 反而是一直将纳粹德国的 法西斯势力当作老大的日本小弟 大规模使用了细菌武器 这种灭绝人性的东西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 在如今的中国东北 当年的韦满洲国 就有一支日军部队 开始秘密地进行作战研究 为了掩人耳目 日军还曾经使用过 家冒部队 东乡部队 等多个名称 一直到1941年8月份 才大摇大摆地将部队番号 改为了731部队 在这里 不仅有日本的研究人员和士兵 他们甚至还将国内的孩子 也带到了这里 让他们接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改造 试图将那些不安事事的孩子 也变成像他们一样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这些初来乍到的日本孩子 看到路边的乞丐 还会好心地递出一块寿司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面对侵略者施舍的食物 就算是一个乞丐 也不会接受 毕竟这些 还沾着同胞血液的食物 自己怎么能吃得下呢 可是倭寇的后代 总是和我们礼仪之邦不同 他们骨子里就有一种野蛮的血液 看着对自己不屑一顾的乞丐 他们愤怒地将乞丐打倒在地 然后强行将寿司塞进了乞丐的嘴巴里 这完完全全就是野蛮人的行为 可是对此 即使是我中华的一个乞丐 也从不会屈服 而当这群日本孩子来到军营当中时 他们大队长就告诉他们 如果以后有机会到外面的城市 去休息或采购的时候 他们可以不穿着731部队的军装 必须换上便装才能出发 即使在路上遇到了本国军人的盘问 他们也不能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这里的军人也都知道 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合法合规的 知道他们的人越少就越安全 毕竟只要是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 就很有可能会举报他们 而一旦这里的事情被披露 他们几乎再没有翻身的可能 毕竟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 他们中间有些军官很明显不想做这样的事情 认为这有违伦理 但是在长官的命令下 他们只能忍住 打碎的牙齿往肚子里咽 如果稍有不慎 还会被这里的长官以各种各样的借口 调往更加危险的前线 而就在这天晚上 一辆满载着中国俘虏的列车 驶进了车站 而这些俘虏 就是日本人口中的马鲁达 在我国南方 日军的作战已经逐渐吃起 而在1939年 在远东地区和苏联人的作战 也让日军节节败退 为了能早日研制出 扭转战局的生物武器 日军大大加快了研究进度 而那些残忍的日军 为了减少麻烦 将强暴中的婴儿 都活活的埋在血窝里冻死 而在一天天的实验中 那些从日本国内到这里的小孩 也有些疑惑 有人觉得这里像个医院 但是立马有人反驳 医院不可能只有死人 没有病人 但是如果说是个医学院的话 他们又没有见过 如此戒备森严的医学院 但是他们不知道 在不久之后 他们将真正看到 他们同胞最为残暴的一面 少年们很快就被长官 带到一个澡堂中 长官要他们面对着一个 被抓起来的中国人 说这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 错 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人 错 他们的长官告诉他们 这是马鲁达 是烧火做饭用的木头 是做实验的材料 在这样灭绝人性的教导下 这群少年也渐渐疯狂了起来 这就是日本人的洗脑教育 他们要让自己的下一代 从小就认为 俘虏并不是人 而是一种做实验 和烧火做饭用的东西 他们在用这种方式 泯灭他们下一代的人性 社会在向前发展 人性在向善良进化 但是在这样充满恶意的影响下 这个无耻的民族 将会逐渐的倒退 可是面对这样的倒退 那些所谓的军官脸上 居然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如果说这次的洗脑 是让这些孩子们良知泯灭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行为 就是让这些孩子 变成彻头彻尾的恶魔 在日本人所谓的实验课当中 他们将俘虏来的中国女性 绑在冰天雪地的室外 然后用冷水 一瓢一瓢地 浇在女人的手臂上 等手臂上挂满了冰铃之后 敲掉那些冰铃 然后继续浇水 在双臂 已经彻底冻得坏死的时候 他们在让女人将手臂 放进15度的温水中 美名其约 这是在做冻伤实验 更过分的是 为了展示所谓的冻伤 他们还将俘虏的手臂 放入液氮中 急速冷冻 然后用铁棍敲打 这些孩子不忍心看 可是一旁的士兵 还是逼着他们 看这些惨无人道的画面 而这些所谓的实验 和信念的灌输 也仅仅让这些孩子 成为了小小的恶魔 在他们眼中 如果有人说 他们和那些俘虏一样都是人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侮辱 他们几乎已经固执地认为 那些被称为 马鲁达的俘虏 不属于人类了 那些实验工具 根本不配合他们相提并论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 和中国战场的惨败 在中国东北的731部队 此刻已经做好了 随时参战的准备 他们妄图使用 自己研制的细菌武器 颠覆整个战局 他们的底气原子 如果全部释放 就可以消灭 全人类的病菌数量 甚至为了扩散病菌 他们还培育了数百万 带有致病菌的老鼠 和数亿带有病菌的跳蚤 而这些东西 在日本战败之后 731部队并没有时间 将其完全销毁 我国不少同胞 就是被已经战败的日军 留下来的这些细菌武器 害死了 就在欧洲的纳粹德国 投降不久 感受到威胁的日本人 抓紧时间 开始了他们 对于新型炮弹的实验 一个又一个俘虏 被绑在了十字架上 随着一阵爆炸声 这些俘虏身边的土地 木然炸开 可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这些炸开的炮弹 杀伤力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其中包含的 带有致命病毒的 跳蚤和老鼠 他们不断的折磨这些 受了重伤的俘虏 可是这群疯子 依旧不知足 因为这些俘虏 几乎都是壮年 而这些所谓的医生 想要找一些 健康的青年机关 作为标准 这首先需要的 就是一个健康的少年 可是为了找到这个少年 医生们拜托了 那些少年兵的前任班长帮忙 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少年 找到一个 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中国人 作为实验品 于是 在这个军官的诱惑下 那群已经渐渐长大的 小恶魔们 和自己玩耍的哑巴少年 警官只是说 需要这名少年帮个忙 于是热心的恶魔 将那个一直陪伴 他们玩耍的哑巴少年 带到了他们的实验基地中 果然 看到少年的军官 两眼放光 就像野狼看到了猎物 他用一副和善的面孔 引导着少年 躺到了手术室的手术台上 片刻之后 一群恶魔都得到了 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人得到了心脏 有人得到了大脑 而这些东西 在平日里 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 看着这些捧着各种气脏 却满面笑容的医生 不由得会让人联想到 那些地狱中 不断吞噬着人类的恶魔 他们没有因为杀害一个孩子 而产生罪恶感 这也间接证明了 所谓的倭寇 正是一群 尚未完全开化的野蛮人 毕竟在我泱泱大国 礼仪教华 从不会让我们做出这等 有被刚常伦理之事 而亚巴的尸体 也被通过红色通道 送到了专门焚烧尸体的锅炉房 在这里 那些日本人就像对待木柴一样 对待着我们的同胞 不知道曾经那些穿着日本军服 开怀大笑 和参拜某些神社的中国人 看到这一幕 会不会为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 而感到后悔 1945年8月 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收到了广岛和长期被轰炸的消息 同时 苏联对他们的宣战信息 也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 他们知道自己败局已定 他们研制多年的细菌弹 根本无法抵挡美军核弹的轰炸 为了保全性命 他们只能放弃并销毁他们的研究资料 抹出一切痕迹 就连所有的中国俘虏 也要彻底抹出干净 而灭绝人性的日本人 为了防止自己人被俘虏而泄露机密 于是下令给每一个人都分发一瓶金化甲 只要被俘 就立刻自裁 还命令手下将所有建筑全部炸毁 不留下一丝一毫的证据 而那些被紧急杀死的俘虏 也在一片大火中被付诸一具 可怕的是 那些带着病军的各种动物都流窜了出来 可是仓皇逃窜的日军 哪里还管得了这些事情 在他们眼中 如今能回去就已经是万幸了 对于那些士兵来说 长官也下了死命令 回国之后 所有士兵不准互相联系 不准暴露任何在731的经历 同样不能申请政府公务员的职务 随着日军的撤退 这些曾经严格保密的事情 也渐渐暴露在了世人眼前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里被迫致死的各国俘虏和平民 大约有三千余人 而后在731部队遗址附近 更是因为那些携带致命军的老鼠跳蚤的泛滥 引发了数次鼠疫 而作为731部队的兄弟部队 516部队 更是在我国土地上 留下了更大的生化武器 至今为止 还有人因此遭害 曾经 日本在和苏联战争中 有60万人被俘虏 他们一直试图向着苏联讨要这些战俘 可是苏联方面一直拒绝 不过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 苏联象征性地 给日本运输了几船骨灰盒 而一直到1956年 苏联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后 苏联才放回了这些日本战俘 大约只有40万人回到了日本 但是 在苏联的官方统计中 日本战俘的死亡人数只有5人 面对苏联的做法 当时的日本 根本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更不要说声讨了 不过苏联人这么统计 或许也不无道理 因为在日军被俘虏之后 很快就被带往了西伯利亚 一路上冻死的日军不计其数 而到了西伯利亚后 不少日军身上的物资 被苏联当时的那民 抢得连底裤都不剩 至于在那些繁重的劳动中 和自己人的矛盾中 死去的日军战俘 或许在苏联人眼中 就是自然死亡 并不是他们迫害了日军 毕竟 他们可没有像无耻的日军一样 动手屠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